大家好,又是我Brown Chan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什麼是對沖策略 對沖的本質就是找兩樣完全相反的東西進行互相抵銷 譬如在驗驗下日我想去做一盤生意 我就決定去賣太陽帽 但原來我手上的現金只有1000元 在這個情況下我只要買到100頂的太陽帽 但我又在想如果下雨天怎麼辦呢 那我就沒有生意了 那我就決定把我的1000元分為兩半 一半是用來買太陽帽 一半是用來買傘 那我就可以確保 無論是晴天或者陰天我都會有生意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 無論是晴天或者陰天我的生意都不夠好 之前我們有提及到 投資屬性三角形是有三個屬性 而對沖就是把我們的安全性提高 而從而降低我們的收益性 所以對沖好不好 完全取決於你的權重傾向 就好像說 對於很多實業公司來說 安全性是他們權重傾向最重要的一環 他們最怕的就是這個價格的波動 所以他們會進行對沖去減低他們價格波動的風險 從而提高他們穩定的收入 但是對於普通的投資理財來說 對沖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其實他們遇到最大的風險是 他們的本金有限 所以太多的分散投資 以及做對沖 對於整個的投資回報來說 會令到他們非常慘大 所以說降低流動性才是普通投資理財 令到他們可以提高收益回報 最重要的一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微信 WhatsApp或者Facebook聯繫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